嗨,大家好我是翔,這集我要講薛定爾的貓 喜歡量子力學或是科學的朋友一定要按讚訂閱這個頻道 相信很多朋友都聽過薛定爾的貓 那薛定爾的貓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意思呢? 這隻貓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而且薛定爾到底又是誰呢? 我今天就稍微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薛定爾的全名叫做艾爾文薛定爾 你也可以叫他叫做薛定格 但是奧地利的物理學家 薛定爾是相對論派的 他提出薛定爾的貓就是為了反對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跟相對論的兩派人吵得不可開架 薛定爾的貓他的實驗是這樣子的 把一隻貓放進一個不透明的箱子 然後這個箱子有一個放射性的原子核 和一個裝有毒氣容器的裝置 設想這個放射性原子在一個小時內有可能會發生衰變 如果發生衰變的話他會觸發這個毒氣裝置 打開裝有毒氣的容器 然後殺死這隻貓 根據常理解釋 如果原子衰變的話 毒氣就會被釋放出來 貓就會被殺死 如果原子沒有衰變的話 毒氣就不會釋放 貓就不會死掉 薛定爾呢? 根據量子力學的觀點 在我未進行觀察之後 這個原子是主因 既衰變又沒有衰變的狀態 一旦我們把箱子打開 就只會看見兩種情況 衰變的原子和死掉的毛 沒有衰變的原子和活著毛 這個疊加態呢 也就是說原子主因 既衰變又沒有衰變的狀態 它是兩種狀態疊加在一起 就當我們人去觀察之後 它才會距離表現成衰變 或者是沒有衰變的狀態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去觀察它 它就會一直處於疊加態 那你會說 我在箱子旁邊開個小洞 偷偷觀察可以嗎? 這也是觀察 一旦你觀察了 它就會從疊加態變成本真態 本真態呢 就是它的狀態已經確定了 不是死的就已經是活的 這就很可怕了 這隻貓呢 會隨著原子的疊加態 進入一種既死又活的狀態 這就違背常理了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呢? 這實驗的巧妙之處在於是 量子力學的微觀世界不確定性 變為宏觀世界的不確定性 這個實驗的盲點就是 微觀世界的不確定 不可能變成宏觀世界的不確定 宏觀世界的事物一切早就確定了 這隻貓呢要嘛就是死的 要嘛就是活的 當霍卿聽到確定要的貓的時候 他說我去拿槍把這隻貓給打死 換句話說 難道只有我們抬頭看月亮的時候 月亮才會變成月亮嗎? 這句話是愛因斯坦說的 也就是說 微觀世界的觀測和宏觀世界的觀測是不一樣的 在微觀世界呢 你觀測你只要看一眼都會惹惑 看一眼呢它就會從疊加態變成本真態 但是你在宏觀世界觀測 你愛看多久就看多久 那個東西在那你就一直看著 你怎麼看它就還是在那 它也不會因為你一直看的 然後它就會飛起來 或是不見 那你會說我們來坐下這個時間 就知道這隻貓是不是可以處於 即死又活的狀態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關在這個箱子裡呢 你不可能是真空 如果是真空的話 這隻貓就會死掉了 如果你在這個箱子裡 你加裝攝影機 你想要觀察這隻貓 但是這就是觀測了 如果你想要聽聲音呢 在真空中呢 聲音是不可能傳播的 所以這個實驗呢 簡單來講是做不起來的 但是呢 這件事情呢 比較有名的解釋就是 多重世界和平行宇宙 它的意思是 這隻兩隻貓都是真實的 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活著的貓 一個是死的貓 當我們打開箱子時 就會分裂成兩種版本 一個是死掉的貓的一個版本 另一個是活著的貓的一個版本 這個兩本同時都存在 而這兩個版本 其他的方面都是相同的 唯一的差別就是 原子摔變的貓死 另一個版本就是 原子沒有摔變的貓沒有死 就是這樣子而已 在量子的多重世界中 我們通過參與 而選擇自己的道路 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 沒有一變量的 上帝不會指賽者 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下一集我要講 中圍指是如何發現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分享按訂閱 掰掰我們下集見 沒有按照片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我看到了